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可能说天天都往上涨 也不太可能是天天往下跌的 那昨天欧美的股市是收跌 尤其欧洲的股市跌得比较多一点 像德国的股市就跌了141点 美国股市其实也都还好 表现还蛮平稳的 像昨天道琼虽然是下跌了19点 但是这个指数来讲的话是蛮高姿态 还在高峰顶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欧美的股市 我们先看美国的股市好了 昨天美国股市是开低之后的拉高 但是中场过后也不断的盘低下来 但是也没有跌到多少去 最后跌19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道琼的指数来讲的话 还是维持在高档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道琼之外呢 我们看NASTE NASTE的讲话都维持在高档的 昨天NASTE是小跌3点21点 也是跌了一点点而已 倒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比较厉害了 昨天费城还是涨的 而且还持续在创新高之中 这是费城 昨天涨了3.37点 涨了0.35% 那么同时在苹果的股价昨天也是涨的 昨天还涨了这个0.94% 那么盘中的高点是平了之前的高点 所以其实如果说用美国的股市来评断的话 来看来做观察的话 我会觉得是说都还算是多头稳健的一个状态 台股今天先做压低 不过我个人看法是台股不会说因为 昨天欧美的股市跌了这么一天 那么台股就毁掉了 我倒霉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台股还有持续创新高能力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今天转租序的信息 今天是2月7号 早上8点53分的转贷到会员手上的 美国股市虽然是下跌 不过还是持续的高姿态 这个刚刚也给各位看图形了 那台股多头我觉得都还凝利的 渴望是更三成楼 我们维持乐观来看待台股 只是要冷静做好建好就收的动作 不管台股有多强 不管多头有多稳健 不管指数要上得多高 我还是建议你 乐观看待是没错 但是要做好建好就收 所以谁要懂得建好就收 那这样的话表示你这个钱 有真正的放进口袋 如果说你只是在抱在 把股票一直抱着抱着 一直抱上去 表面上你会觉得说 好像越赚越多 但是问题是落的 你也是没出 起来没出 你落的也没出 我跟你说百分之百 真的会这样子 那么当然上去是进花水月 下来跟你无关 所以呢换句话说 你根本是白忙一场 然后各位看一下 这个今天 这个是昨天的赚金稿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内容所写的 2月6号昨天是涨了82点 我们看这个内容所写 台股昨天是又创新高 当然一半是美国股市大涨的推波助 另外一半就是资金源源不绝的流进到股市里面来 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 新台币对美元升值了1.32角 事实上过去这三天台币升值了 台币升值了超过应该有四角左右 超过四角过去这三天 我们也知道从上礼拜四开红盘到昨天是三天 这三天台币就升值了四角以上 那由于新台币升值的趋势也非常明显 暗示资金如浪潮涌进国内来 特别是股市还有房市 所以股市涨了 而银建国呢 因为看房市来讲的话 有时候看银建国指数还更标准 更准确一点 等一下让你看银建国很厉害 银建国昨天也是涨得很厉害 昨天涨幅就高达超过了4% 指数突破了去年的高点 那么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看来这股资金浪潮来势不变 而且正暗示台股向上的趋势很难做改变 你现在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昨天台股是走到9548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就算跌的话 一样这个指数高点也不会在9548 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只要你再创新高的话 不要去想它高点在哪里 那么今天目前为止是下跌了这个24点 OK 好 我们先看台北股市的图形 昨天台股走到9548 昨天涨了82点 那你看银建国好厉害 昨天银建国这么大一个红棒 银建国从平地开始起高楼 从过年前就涨了 这个过年前是在哪一天 收盘归那个1月24号是封关日子 银建国是涨这样子的 开放盘之后又涨了 那第二天又涨了 昨天更是强势 昨天涨幅就高达4点多percent 涨了4percent以上 那你知道吗 银建国昨天是永万三均 昨天涨幅超过4percent 它的指数呢 已经突破去年的最高峰了 去年最高峰在这里 就昨天这么一天 就突破去年的高点 成交量还没过关 也因为成交量没有过关 成交量昨天也放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今天是稍微做一个 过关拉回的动作 也就是什么叫过关拉回 我们跟你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的高点在这里 那因为之前这个地方高点 有放大量过 比现在看到的成交量更大 所以表示这个地方 有解套起来卖压 有解套起来卖压 所以指数非常凌厉强悍 过关了 但是过关你成交量 还是卡在这个地方解套起来 卖压在这里 而且更何况这几件事 一站着不断地攻上来 所以难免会有获利回徒 而且出现了什么 就是因为你才刚化解到这一群 化解到这一群 那除了获利若呆维安的 这个筹码必须要释放出来之外 那所谓的技术性的 过这个关之后的 拉回动作 因为当时成交量比较多一点 而且更况这段日子以来 银建谷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休息 所以今天银建谷收黑是收定的 但是我借这个图形 也让各位能够了解 银建谷是目前如此的强悍 也代表感觉上房地产的 已经那个什么春天似乎是来临了 但也因为钱不断地像跪于返乡一样 不断地流进来是有关的 这个在过年之前 在封关之前就不断地跟各位讲了 所以你不要去轻忽 我们先不要去管房市 因为我在讲股市 我们先不要去轻货 股市未来这段日子 在资金推波助人的情况之下 股市高点恐怕不是你所想象的 原来的那么低 在最近这两天 外资 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所写的 就是昨天的春天稿当中也有句话 根据最新的一份的外资研究报告 对台股的预测 先看9800 先看这句话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因为在去年是1月10月的时候 外资首度对台股在今年的预测 因为去年是做明年 就整个是今年 在做预测的时候 坦白讲外资 没有一家是看到1万点以上的 也就是说乐观是乐观 他也在买 但是买 他也不敢是说 把指数看在多高的地方去 所以在去年 在外资在预测 今年台股的时候 没有一家预测1万点 甚至也没有一家预测9800点的 但是随着指数 在12月份过关斩降 不断地往上冲高上来 然后1月也是不断地往上走 那在包括开红盘之后 农历年开红盘之后 指数根本就是看回不回的 然后见关不施关的 所以外资开始修正当时所做的预测 所以昨天 昨天在盘中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份外资色星的研究报告 就是对台股今年的预测 就是说9800 我们各位看一下 对台股的预测 就是说先看9800 那这个可能性我当然是相信的 反正在指数往上走的时候 越看自然会越高 甚至只要成交到 我觉得有本事 如果说保持目前这样子稳定温和的温度的话 那我们不要说9800 我认为就算18000的话都有可能 台股都办得到 但是问题是说台股不可能永远都呈现如此温和的成交量 所以终极高点迟早我想也会出现 只是说在当前量价都还没有出现失控的征兆的前提之下 先不要管可能性的高点费落在何处 能有多少行情先占多少行情再说吧 这地方提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不是解 9800算什么 搞不好18000也都会来 18000当然这是例子上的最高峰目前为止 在民国79年的12682 那么我为什么提到18000呢 或者是说这个28000 38000为什么不写呢 我告诉你当然什么都有可能 你只要有这个本事 台股只要有这个本事成交量 天天都搞这样子 一千一元 不然就八九八元 不然就一千空空一千一元 我告诉你 一千空一百元 我告诉你如果说这样子 维持这样子的话 不要说9800 也不要说1万点 1万5 2万5 3万5 都有可能会来 因为 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 一直维持成交量在那边 而且不出现失控的 所以呢 这讲的是等于是说讲白话 讲废话 因为 你想想看嘛 当你台股冲过一万点的时候 成交量还会只有这个一千亿而已嘛 可能会更多嘛 可能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五百亿 都有可能会来嘛 所以随着指数越走越高 成交量质量也越放越大 因为会吸引很多的投资人 本来不做股票 可能也会冲进来做嘛 这本来就这样子嘛 哪边 热度增高了 比如说行情变好了 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会进来做股票嘛 一定会越来越疯狂嘛 人性就这样子嘛 找了磨嘛 找了磨 那当然钱就会越高越多进来嘛 所以呢 我现在讲的是 刚刚这个讲的是废话 也就是说 哪有可能说 1万8的时候 成交量都不会放大 所以呢 随着 你就要看哦 台股目前在往上走高的同时 你就注定着 成交量的变化状况 只要成交量出现了就是 一直陆陆续续 而且是非常 就是 因为像过去的八九百亿嘛 或者说像现在一千亿左右嘛 这个都还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假设 你看到一千五一千六 而且不断地放大 甚至两千亿都来了 而且天天都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已经开始陷入 有点疯狂的一个状态了 像最近这几天 外资市场买 没错 融资也在增加了 昨天融资也增加了13.35亿 而且更何况哦 从这个开红盘 融利点开红盘 2月2号 一直到昨天2月6号 这三个交易率为止 整个融资呢 增加了33.96亿 表示 是散户有逐渐的增加 进来的状态了 所以呢 有时候台股呢 就是稍微给它三点冷风 我一降温一下 成交量不会至于太大 那这样的话 维持一个温度温和的状态 那台股自然还有更高 可以期待 你不要 随随便便 农资就增加五六十亿 成交量都出现了什么 一千五百 一千六百 甚至两千亿 这样的话台股就完蛋了 所以你就盯着 成交量的变化状态 但是呢 讲成交量 这只是在观察台股什么时候呢 可能会走到一个相对的高峰 但是呢 在操作来讲的话 我还是要提醒你 随时要懂得见好就说 因为国家 可能 对头到我都干这支而已 干这支流行 一定会太流行 或者外流行 流行也会坏嘛 像有时候呢 今年流行金色 有时候呢 今年流行红色 可能会流行银色 黑色呢 什么都可能的 所以呢 随时的股票 就是最佳男主角 也不断地换人做 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呢 你不能从头到尾 都报到同一档股票 也不可能说 一直流行同一档股票 一直都在加空 加空 一直都同一档在加空 也会换别人的 换别的股票 开始做一个健康的 一个轮动的状态 所以呢 就告诉你 就是说 还让你行情更好 记得 坐车 你又要落车 坐车落车 这样的话 就是我这个地方提到 就是说 台股 不可能永远 产现如此 如何成交量 所以就算 这个什么 终极高点 迟早以后会出现 只是在当前量 就都还没有出现 失控的征兆前提之下 先不要管 可能性的高点 会落在何处 能有多少行情 先赚多少行情 这怎么样说 有多少行情赚多少呢 就是要懂得 见好就收 我先给你看 看过去这两天 我们的操作 包括今天 我都有获利下车 我今天都还有 获利下车的 那你先看一下 这是在2月3号 上礼拜五的下车 绿月抽了这两个红帮 最后呢 当天成交量放大了 非到放大了 做出下车的工作 这是2月3号 170块下车 好了 2月3号下车170块 如果说你现在看到 股价来讲话 现在是多少 168块 那你何必要跟着它下来 对不对 反正你170块下车的话 你现在看到168块 你可能心中还会暗爽 哦 真的出掉 它现在还真的有落 落到166.8块 今天还有最后 干嘛169.5而已 也没有比我下车的 170块更高啊 我也没下车多久 就上礼拜五下车 才两天前的下车 你再看另外档股票 是2月3号下车的志勤 也是一样 走走走走 上来之后呢 我在2月3号上礼拜 我出掉196块 好了 196块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的 志勤的情况下车多少 195 还是在外观 给它最高也195.5而已啊 我住在196呢 对不对 你自己看嘛 我住在196啊 这是2月3号呢 也没多久啊 就上礼拜五的事情啊 今天礼拜二耶 两天前的事情啊 所以见好就收 懂吗 所以你下车之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常常就是 这档股票下车 上车一定会下车的啦 下车之后呢 这档股票一定是 不见了 就清掉了 就整个落代为安呢 不会领悟二分之一 领悟三分之一的啊 那不是我的style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下车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看一下 红准 我们先看红准好了 1月24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各位看哦 其实在这一天来讲 就做多 然后当天收款 已经算收高了 在获利之中了 然后就越变越大块 见好就收 见不好又跌收 这个其实已经讲过了 这是风光那一天 1月24号 它的股价走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2月3号呢 就是2月2号呢 持续往上走高 2月3号 上礼拜五十号呢 往上压低跌两毛 能不能够够够的啦 也没有跌多少啦 那昨天呢 又继续往上拉高上去 昨天又拉高上去了 是收红的 收红来讲还是壮心高 所以写来说 你看是不是看起来 就更大块了 这昨天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就做出了一个 获利下车动作 我们看一下2月7号 今天早上9点7分的时候 目前红准呢 是89块 试驾获利下车 这样再做转进 我们随时在下车 也随时在换另外档股票 那么当时来讲 股价下车的成价位置 是89块1 好的 我们看一下红准 现在股价的情况 是多少 892 893 也跟我下车的位置 差不多 因为我下车到89块1嘛 那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告诉你 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随时 你看得到就是随时在上车 也随时在下车 股价没多少 也没有让你超过三档啊 我们为什么能够随时下车 因为我们股票有啊 因为我随时在上车啊 那为什么 凭什么又有随时上车 上车 因为我随时在下车啊 这个就是个良心的循环 随时上车 随时下车 充分地做到 所谓的见好就熟的动作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虽然会员才能够不断地累积 他自己的财富 要记住 行情过后 一定会有他得及 是怎么看他得及 而是说 你随时懂得见好就熟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立正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部蔡老师 免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 2-27810909-CD-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阻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庄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笑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雲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 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月时备宿现场 我是蔡宜璋 台北股市现在变成小跌 从刚刚一度跌到 跌25.9512之后 立刻又再爬高上来了 现在小跌4年 这其实在预料之中 你现在看一下 我们今天传说确定第一道讯息 其实我刚刚有练给各位听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2月7号 昨天美国股市虽然小跌 但是美国股市还是维持高姿态 台股多头零利 渴望还会更上层楼 那我们维持乐观 维持乐观 然后看待台股 只是要冷静 做好 见好就说的动作 你现在看到台股 是不是灵力能够渴望更上层楼 你可以看到 冲上来速度也蛮快的 现在只小跌5点 搞不好等一下会翻红 也说不定 那么昨天的高点 9548 我告诉你 这随时还是会过关的 因为昨天已经算是强势表态 我原来认为是说 你9500点这个地方 也稍微休息一下吧 但是休息一天之后 在昨天又继续拉肝挺 要冲过去了 比我想象都要来得强劲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这个多头 这个打死不退 而且是越磨 刀子越尖了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台股指数呢 当然有继续 更上层楼的这个打算 我想这个也不要去阻挡多头了 顺势这个事操作了 但是顺这个事呢 我还是更过提醒 要等着见好就收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几天我们陆陆续就要下车 那当然也因为陆陆续续下车 我们才能够陆陆续续的上车 所以你才会看到 常常会看到说我们在下车 那这个下车是因为我有上车 上车又从来来 就是因为有下车 下车上车 然后上车又下车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你会看到真的顺势 不然的话你认为行情好 那股票一直摸摸摸 然后抱抱抱 然后每次下车都二分之一 二之一 请问你有多少二分之一 可以下车一档股票 这个是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 今天早上下车的 今天会知道去 我们这是现场节目 红准89块一成交 释交率下车89块一成交 那再做转进了 其实你现在看红准来讲话 现在股价现在是多少 89块二 跟我们下车的价位差不多 那么因为盘中嘛 所以随时我就挑战盘市 那这是红准 那事实上你从图形来看的话 可以了解到我们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那庆差把就 那卡到我上了 知道这个有太多钱 说几天去 讲几天去了 好了 红准是赚到钱或你下车的 台股呢 现在也慢慢爬高上来 现在只小跌一点而已 你可以看到红棒又开始升出来了 而且今天成交量不出现失控 现在才300亿而已 预估是970亿 如果是970亿的话 升起来最后呢 成交量就再也没有出现 更大了 就马上收回去了 这好像一个自动的控温剂 把温度控制得刚刚好 那豬肩也滚得冷 因为就是不会给你过度的大火嘛 因为大火溃潮的话 我告诉你 猪脚能够炖得烂才有鬼 因为你会做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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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不用我多说 有些股 我们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冲得蛮高的 你等一下看 我先给各位看这档云品 云品我已经讲了 讲了从1月份讲到现在2月份了 那这一章是在封关前夕 1月23号那一天 我当时还提醒 你错过的前一段 你不要都错过下一段 讲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黑棒之后 真的有起来 没你自己看 就看到昨天2月6号 你看有没有天天上来 所以每一段都不让你错过 就这样子 这一段根本没有让你错过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从1月6号就讲了 1月6号讲了 然后1月10号看图形 1月10号看图形之后 就没有一天跌过 几乎也没有一天跌过 1月10号看完就1月11号 你看是不是拉高 1月11号 那1月12号继续拉高 1月12号看完之后 1月13号 你看又继续拉高 14号15号是礼拜六礼拜天 看完之后 阿玛西哥继续拉高 1月16号看完之后 17号阿玛西哥拉高 一直到18号才出现一个 压回的动作 但是呢 这一段路来的话 已经算是在获利之中了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接下去的话 新会员总是会来 那我就不要让你错过 不让你错过的话 所以才会看到 这一张 有没有 就是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一张 然后看完之后呢 又慢慢爬高 又上去了 这个你看做股票 我不敢讲说做到这个境界栏 但是呢 我就是这样子在阳光之下 给各位看到 我们是不是在赚钱 我再给你看下一档股票 这还蛮有意思的 现在档股票呢 这是在1月2月3号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我们不是有下车的 我刚刚给各位看了 绿越下车 F绿越 1262的绿越下车 还有智勤 4162的智勤下车 2月3号那一天呢 也同时买了另外档股票 汉翔 39块之下买的 找完过 但是呢 10点多 可以买到了 因为这条红色的线 就39块嘛 319块之下买嘛 那我们就把它设定为38块9 可以吗 38块9可以嘛 好了 2月3号是礼拜五 4号5号 礼拜六礼拜天回来 昨天2月4号 你看有没有拉上去 昨天2月6号啦 有没有拉上去 38块9哦 所以我们随时在晋级 也强取强获利 随时在晋级 强取强获利 看完昨天之后呢 你不妨看一下今天 有没有拉高上去 直接跳上去的 好 有没有获利 那废话 你看图形也知道了 这个就是随时在晋级 强取强获利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您不要错过我 所以在提醒你 我就每天到最后的时候 再跟你讲这回事 这就是希望你能够主动一点 主动来拨打电话 所以你看你是喜欢操作 中高价位或使用中低价位的 你可以选择你适合的家族 那当然如果说你中高价位 操作中低价位都操作的话 您可以选择是超级双强炮 为什么呢 因为同时持股兼具的 非要家族跟持股会员的股票 当然不管哪一种行情启动呢 您都不会让行情掉落遗失的 获利自然是无法挡的 这个是目前电话询问度最高的 超级双强炮 电话在哪里 就在广告里面 您自己要主动一点 要贪心 不必我拜托 你自己要主动 记得电话在广告里面 祝福你了 今天股票操作顺利 谢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电话评估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由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由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获利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